我们年长的一些老年人特别喜欢补充牛奶 因为说牛奶能够及时的补钙 因为也给大家讲过我们补钙最好的东西是牛奶 虽然它不是含钙量最高的 但是近期也有很多网友私信给我说 那么牛奶到底能不能喝呢 听一些中医说了不建议喝牛奶 其实这个话题我也给大家讲过 有一些中医确实不建议去喝牛奶 因为有很多人呢 有一个乳糖酶叫做乳糖酶缺乏症 他喝了牛奶之后呢就拉肚子 所以说呢叫做过敏反应 这种人可能就不能喝 所以呢我也给大家解读过说 确实是有一些中医呢 不建议你喝牛奶 但是前提条件我要告诉大家 是你有过敏症的情况下 可能不建议喝牛奶 但是不建议喝牛奶 不等于就是不能喝牛奶 不让你喝牛奶对吧 那么我们有一些人呢 有一些误区 前天有一个人给我私信 我说是牛奶呢 有人说喝了之后会发生铝中毒 这个铝中毒是怎么来的呢 有一些是不是那个包装盒 非常的精密啊 而且打开这个包装盒 发现里面是什么 铝箔纸对吧 发现铝箔纸之后 就有人就窜出来了 说是铝中毒 如果长期饮用这种牛奶 就铝中毒了 其实不染 这些呢都是空穴来风 那么在这个铝箔纸外面呢 有一层薄薄的聚乙锡薄膜 而这个聚乙锡薄膜呢 就把牛奶和铝就隔开了 而这些呢 是我们整个在食品行业当中允许的 所以铝是不会浸润到牛奶当中的 尽情放心 绝对不会超标 事实真相呢 就是这样子的 希望大家呢不要去偏听偏信 而且这个聚乙锡膜呢 是120度以上才能溶解 而我们家里面热牛奶 肯定达不到那个温度 是吧 我们也把它倒出来 有的人呢就直接去食用了 所以呢 不会导致这个铝箔呢 透过聚乙锡薄膜 浸到牛奶当中 尽情放心 还有一个误区呢 也想在这里告诉大家 我们有人就说了 是有些地方为了让牛产奶 就给这个牛呢注射了激素 大家想一想 那个激素的注射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奶牛呢 它是有一定的生育期 然后呢 还有呢挤奶期 同时呢 再受孕以后呢 它没奶了 然后再等它生孕之后 再去挤奶 这个是有一些规律的 而不是你们想象的啊 不是大家想象的 要打上激素来产奶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奶里头是不会有激素的 国家检验检验食品 是要过关的 不过关是不允许 他们在这个上市的 所以也尽情放心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呢 就有人说了 喝牛奶 牛奶是个发物 比如说你有一些病 本来挺好的 然后你喝了牛奶 这个病就发出来了 其实这是错误的 那么在咱们国家的 膳食宝塔当中呢 咱们营养协会就推荐过 我们成人呢 每人每天应该是 250到350毫升牛奶 所以一天当中呢 我们比如说你上午喝了牛奶 中午呢可以喝点酸奶 晚上呢可以吃点奶酪 或者是你用些其他东西 都能够及时的补充上钙 不要一味的去 就是相信说是 它是发物 喝了之后就怎么样 你要去找其他原因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 其他的东西 导致你过敏了 或者是你出现了什么问题 是吃饭速度快了 还是你吃的量大了 而不要把这些罪名 强加给牛奶 也尽情放心 第四个误区呢 就是很多人说 不能空腐饮牛奶 这个呢 也不无道理 不能空腐喝牛奶 它是指的那一部分 缺乏乳糖霉的那个人群 因为他喝了牛奶之后就腐泻 因为他没有这种霉 所以呢 就迅速的到了肠道 吸收了肠道的水分 然后就排泄掉了 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 乳糖霉缺乏的人 是可以补上的 那么你可以在饭后 喝一两口 或者少喝一点牛奶 慢慢的这个乳糖霉就补起来了 以后你就能喝牛奶了 也不用担心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在关注这些问题的时候 擦亮眼睛 不要偏听偏信 正确的来饮用牛奶 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好 谢谢大家